树架树架是你 眼底的光雨 倒映出我想要的奇迹 对不起 没事 马上回了 你说 我们这样子算得太爱吗 你说呢 是 我会对你负责的 送你一个礼物 法律法规真题 下个月就要考试了 好好背 我先心情好 谢谢你 我还喜欢 很喜欢我的礼物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谢谢 我想要的奇迹 这也是围阶线料 我问你 两个人的旅行 浪漫的目的地 爱 爱 吵架 我们的剧情 全都是 骚满台的甜蜜 I'm gonna call you I'm gonna call you I'm waiting 一种欠恶温可行 没什么能比拟 说个数个是你 眼底的光雨 倒映出我想要的奇迹 白了 对不起啊 刚才 真的是我误会了 作为律师 我必须要警告你 你刚才那样的行为 属于性骚扰 不对啊 怎么感觉是你明明爱恕我的 你别想舍过 我想提醒你这儿 嘴巴是脏了脏了 你现在这儿划了一个花的 找我去 擦一下 怎么你也回应我了呢 那好吧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那可不行 那也就是说 我以后可以这样了 我要跟你签个协议 协议 甲方林欣然 乙方江夏 第一条 上班时间一定要错峰出行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同意 第二条 上班 上班期间 不论大小事 都有甲方意见为主 乙方 如果有任何重大决定 必须告知甲方 不能出现今天类似情况了 当然同意 不论大决定 第三条 乙方 无故 不得与甲方 产生亲密的 肢体接触 等一下 也就是说 下班可以了 谁跟你说的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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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的收入 全部交由 甲方管理 然后 任由甲方支配 你 那不行 为什么 我要存零用钱 给你买礼物啊 我可以发给你 所以反对无效 同意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说吧 第五条 甲方要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想了一方 而且脑海里只能是他 那乙方呢 当然也一样喽 同意 该张办 你的口红特别甜 当然 当然口红会是限量版 何止甜 还很难买到呢 生肖 怎么啦 怎么了 忘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伸出你的食指 勾住我 大拇指 改张